孝感冬天 二十四孝之一 朝代于孝子顺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孝子叫做顺 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而爸爸总是听后母的坏话 经常叫他做这做那 有时候呀 还打他骂他呢 后母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夏 也就是顺的弟弟 非常的不喜欢他 所以他们经常想办法来欺负顺 可是顺却一点也不介意 邻居们见到了顺 都说 孙真是个好孩子 当时的皇上 想实行善让制 就问大臣 正想找一个百姓幸福之人 把皇位传给他 以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钻青有何建议 有一位大臣就说 陛下 陛下 民间有一个以品行 效性文明之人 叫做顺 应该可以担此重恩 皇上 皇上一听 马上下指 爱心速速查明此事 如若属实 宣顺顺上朝 顺奉旨上朝 他对言行举止 让皇上感到非常满意 居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嫁给了他 还给了他好多好多粮食 于是 顺就带着两位公主 还有粮食 回老家了 两位公主到顺家里以后 经常洗衣做饭 还一起笑顺父母 可是 顺的弟弟像 看到顺娶了两个美丽的公主 还得了那么多的粮食 就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 那一天 顺正在跟父母商量这件事 正好被公主听到了 马上回家告诉了顺 顺听了之后 笑了笑 说 你不要担心 我以后小心点就行了 果然有一天 爸爸叫来了顺 说 顺呀 我年纪大了 好多活都干不了 家里的米仓破了个洞 你上去修一修吧 顺咕咚咚咚咚爬上了米仓 他在上面补呀补 正累的满头大汗的时候 顺居然偷偷偷拿了火把米仓给点燃了 想把顺活活烧死 顺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扭头一看 呀 火马上就要烧到身上了 这时候 这时候 只肩顺相变魔术似的 拿出两个大斗笠 一手一个 像大鸟一样飞了下来 一点也没事 想看到这种情况 鼻子都快气歪了 这件事之后 想依然不死心 就跟爸爸商量 让瘦挖紧 于是顺每天挖呀挖 从早上挖到晚上 再从晚上挖到早上 像看着井越来越深 深的已经见不到顺了 脸上露出的恶毒的笑 马上往井里填土 想用这种方法 来活埋了顺 谁知 顺一弯腰 钻进了一个地道 原来 顺早就料到了 所以 在挖井的时候 也顺便挖了一个地道 顺就沿着这个地道 回家去了 顺的行为感动了上天 上天就派来了 大象和鸟儿来帮助顺 看 大象耕田 鸟儿出草 大家在一起辛辛苦劳作 终于迎来了丰收 于是 大象拉车 鸟儿歌唱 清贺丰收 好不热闹 顺的故事 渐渐在民间传颂开来 皇上听了大臣的汇报 乐在心头 下旨将皇位传给了顺 还派他的九个儿子帮助顺 一同治天下 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最后 顺成了一个有名的好皇帝 古有余顺永流传 二十四孝猎首位 腹部慈祥地傲慢 母出禅言百般害 修筑米仓放火烧 开挖水井田通道 多难一生逃死劫 不怨父母 不怨地 大象小鸟齐立足 荒山开墾变凉田 孝感动天摇地之 善让佳化传千古 建功行孝梯 自信出轮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